刚刚呢咱们写了个简单的一个demo 验证了多线程之间呢 它是共享全局变量的 那么不仅你可以直接用 在线程里边直接去用这个全局变量 你还可以怎么做呢 你还可以把它当作实摊传 这都能验证 来copy 07 08 08 验证 08 08 就多线程 共享共共共共 全局变量 py 2 vim 08 来打开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把这个地方 从哪看上 我很简单 我定了两个函数 我定了两个函数 然后呢 我在这 我在这定义了一个东西 比方说定义了个叫做 numbers的这样一个列表 叫做g下回线numbers的这样一个列表 它里边有11 有22 我接下来创建了两个县程 创建两个县程 我的目的最低了 接下来其实一个性质点在里边揉着 我接下来想要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把这个当作实摊 传递到这个县程里去 如果你的县程函数里边不能接受参数的话 那么将来这里边代码都是固定的 这个没错吧 我可以把一个值传给你 我可以把一个值传给你 那么怎么传呢 这个地方有 叫做args 等于它呢 是一个原主 最低是原主 11 是不是原主 怎么叫 怎么知道 它就是了 价格多少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 它里边一定是个原主 我接下来想干什么呢 把G下方线 Nambles传进去 我在曼函数里边 并没有对这个进行修改 我只是把它的这个引用 什么拿过来 什么当作参数 往这里边传啊 就一听了 这个哥们能有什么用 target用来指定将来这个对象创建现成的时候 去哪里边去执行代码 而这个args确定了将来去这个函数里边的时候 是带了什么过去的 听懂了吗 参数 那么你不是传了一个吗 那么这个地方必须你写上一个新的变量名了 好了 这个新的变量名 同学们切记 并不是叫args 这个变量名并不是叫gs 听懂了吗 你这个地方你想叫什么叫什么 比方说你叫一个temp 叫temp也行 那么temp此时 你传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就接收什么 听懂我意思了吗 传什么接收什么 好了 那么我接下来把这个抹掉 这个抹掉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传的是什么 我传进去的是什么 是不是列表啊 是不是列表的引用啊 der append 33 然后印task的1 然后我打印了 印task的1 然后g numbers 然后是个什么呢 比方说等于个百分之F 我不管你是什么类型 我强制转成字无串 请问 是不是你就打印出来了吧 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是谁啊 temp 对temp 然后呢 打印啊 打印temp 然后这个规则 yyp 删除 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temp 这个呢 就给它改成 2 这个给它改成2 好的吗 一个道理啊 先创建这个对象 无非是多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请问同学们干什么用呢 这个参数 写上一个说明 写上一个说明 target 指定 将来 这个线程 去哪 各 函数 执行代码 那么args 指定啊 不是指指行啊 指定 指定 指定将来 调用啊 函数 的时候 的时候 传递 什么数据 过去 手机警音啊 传递什么数据 过去 这个地方呢 args 能理解我意思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呢 我干净什么事呢 我创建这个 这个线程对象的时候呢 我也给他传 必须是arget的传 他里面也是个原主 来同学们 这个地方是不是记一下 我先never 啥少了个东西啊 是不是录了个杜号了吧 写上个杜号 那么ttr算进完了 那么接下来创建啊 创建这个线程 这个线程 不就开始同载执行了吗 请问 他是不是相当于指向的 这个列表啊 把这个列表往里边 加一个三十单 打印出来了 然后一秒钟之后呢 线程二执行 线程二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也传进来 是这个列表的引用 那么接下来他在打印的时候 是不是打印的时候 此时这个新列表的值了吧 那么最后的最后 接下来 是不是咱们就看看 在曼函数里面是打印吧 曼函数里边打印 在曼函数里边啊 就是在这个主线程里边 你打印与不打印 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已经百分之百验证了 他能共享 啊 来看这 他说了什么呢 呃 百分D啊 这个类型不对 WWWW相互翻 把这个换成F 然后WWSTR 没问题吧 哈喽他们 通过这个知识点 我要给大家最后总结了 原来调用一个 创建一个thread的对象的时候 除了可以指定函数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指定将来这个县程 去调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给他传了参数吧 你传什么都行 但是呢 他一定是个原则 少写了括号 少写了括号 绝对不行 避挂 啊 百分之百避挂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一般情况下就完成了一个比较 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既你这个县程的代码 是固定的 但是数据有可能不固定啊 所以说我在去调用你的时候呢 跟你传的数据不一样 那么就做到了一个动态的效果 好了 对中了 验证了 验证了 这个多线程之间 是不是共享全球变远了吧 我这就产生了个问题 为什么要共享 有什么好处吗 告诉你 一共是两种方案 要么不共享 要么共享 是吧 反正就是两种 那么将来 不是将来 是之前这个开发者 在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进行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呢 一个功能的取舍 谁听了啊 一个功能什么取舍呢 我是让他共享 还是不让他共享 那么请问 他最后选了什么 是共享 那为什么他选共享呢 因为多任务 往往配合使用 什么叫多任务 请问 我吃饭 手拿筷子 夹东西 没错吧 我嘴嚼东西 没错吧 最终放到胃里边去 这是不是完成了一个吃的过程了吧 所以说 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往往有多个人 一起配合 就给你了 我一个任务 从网上往下当数据 比方当妹子的图片 当当当当当当 我一个现成呢 我来把这个妹子的图片呢 把它复制 把它复制了 然后接下来把它打包 接下来通过邮件的方式 把它发给别人 请问可不可以啊 你这么想吗 对 你怎么想到的 很现实一点 我呢 每天在上课的时候 我想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想看看今天 对新的一些妹子的动态 那怎么办呢 我写了个程序 放到网上去 一个任务 抓对新的动态 一个任务 接下来把这个信息 进行整理之后呢 通过email也行 通过短信也行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也行 通过app的方式也行 发给我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看了吧 两个功能 一个 从网上抓取 另外一个功能 是不是也发给我的了 这是两个功能 请问 一般他会怎么着 是不是应该先抓下来 放在那个地方 接下来那个县 从这里边拿过去 是不是在发抖吧 如果你要是不共享 那会怎么着 你不共享会怎么着呀 那不共享不就变成了 我抓下来 我再发抖 是不是还是单任务了吗 所以说 根本就没有体现出 多任务的优势了 因此所谓的多任务 它就是配合起来 完成的一个功能 因此呢 多县城里边 多县城是共享的 一个县城负责抓取数据 一个县城负责处理数据 一个县城负责 把数据发送给指定的用户 那就可以了 能理解吗 多县城 这就是共享的原因 共享数据多方便呀 共享数据很方便 好了 那么共享数据呢 三九说到这 三九说到这 我请不含